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真是一辆发展快车的话 但实际上也是有载重量的 现在中国自己问题这么多 其实负担很重 而且这个发展质量这么低的情况下 还要去再装别人 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对非洲人民的感情 这个感情实际上我觉得当时主要不是毛子的感情 其实老百姓都是实用主义的 但这种感情大家都是装出来的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一个国家不为自己老百姓着想 如果真是去就算你这个车再怎么了不得 你装重了也跑不动 而且你这个大车还往往是不收费 然后最后还是免费的 那你免费的话你这个车的载重量也升级不了 实际上最后把自己反而给拖累了 但是这里其实原因我觉得这也是个简单 因为非洲就是有联大的票 而你受光的农民你什么票都没有 不光联大的票没有 你连什么票都没有 你能决定什么呀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你真正的感谢他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